廉價航空公司飛凡航空宣布開通東京和胡志明市的直航服務 紅營營報道 飛凡航空將提供每星期兩班飛往東京 及每星期四班飛往胡志明市的直航服務 飛凡航空行政總裁霍茲傑表示 對新航線的發展充滿信心 尤其在於本澳吸引更多入境旅客的潛力 為本澳及諸三個地區的市民提供多一個選擇 加強本澳與世界的聯繫 至於內地航線方面 他們就未有航權暫時未能夠開通 但期望在2009年以前能夠開通 霍智傑又指本澳對外的航線十分缺乏 希望未來本澳能夠開闢更多的新航線